你好 歡迎你收聽大觀演繹 我是David 今天是歷史隨想系列 終於可以回來了 不過在我開始之前 先講一些預告 接下來下個禮拜 無論策略王還是住家財經 我都會解讀一下拜登在國會的八日演說 其實就是他的State of the Union 國情之文 裏面無論對你做投資 看他的經濟還是國際關係都會有一定的啟示 而且這個啟示不只是看他那篇文章 也要看台下反應 我會在下個禮拜既在策略王 也會在住家財經那邊講一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廣告賣完 今天就是歷史隨想系列 這個拖了很久了 因為每次想要講這個題目 講帕羅賓尼薩戰爭 頭也會有 因為其實很大篇 很多東西可以說 我寫過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 已經寫了三萬多四萬字 已經是一篇簡單的文章 而且我已經 有很多位都沒有去擴展出來講 只是收著收著來講 只是在文章都打了三十張紙 太大了這個題目 我不會一次過講得完 大概都是分三次來講 分三節來講 三個節目來講 今天會講一講 很簡單的概括一下戰爭 究竟一場有什麼事 還有它有什麼疑點 和我們一般的想法有什麼不同 第二節會開始講 交戰的雙方 甚至是三方 例如雅電 斯巴達 和波斯 波斯其實是有加入了進去 不過用一種很間接的方式 卷了進去 然後第3節 第3個節目 第3集就會說 收官 總結一下 整場事情 它們不同的邏輯 會導致 互相互聯繫 會導致什麼的後果 然後在我們的現代眼光看 當我們分析這場古代戰爭 對我們有什麼啟示 框架有什麼用呢 現在先講 帕羅賓尼莎戰爭 這個名字 我相信就算各位聽眾 那麼高質的聽眾 都不是每個人聽完之後會很有印象 但是另一個名詞 我相信大家就會更加熟悉 因為這幾年經常聽的 就是叫修飾底德陷阱 修飾底德陷阱 其實就是跟這場戰爭有關 為什麼這樣說呢 修飾底德本人 所謂修飾底德陷阱 源頭就是來自修飾底德 這位古希臘的史學家 在他的名著 就是叫帕羅賓尼莎戰爭史 裡面所寫的一句 那句話就是當一個 上升的大國 在他的文章中的意思就是指雅典和他的提諾同盟 遇上了原有的霸主 在他的 歷史中寫著的 其實意思就是指斯巴達 和他的帕羅賓尼莎同盟 當兩強相遇 雙方的關係 多數 都會最終由戰爭來解決 這個就是修飾底德陷阱 其實他本身沒有提出這個陷阱 只是一種感嘆 所以感嘆完之後 他其實還有後半句 後半句就是 所以兩國的政治家 對於這件事應該要很小心謹慎 去找出雙方的情況 大家求同存異 如果不是打起仗就很不過癮 順便一提就是修飾底德本人 他是雅典的史學家 也是雅典的上流貴族 雅典是有貴族不貴族之分的 但是貴族和不貴族權利上是沒有分別的 最主要分別是財產上 以及人脈影響上 修飾底德本人 除了做史學家 一如其他的上流貴族一樣 其實他也有進入政治圈 同時也指揮過一兩場戰爭 不過他的戰爭指揮藝術 是認真一般的 結果打輸仗 還要被人流放 而如果以政治計算 亦不是特別出眾 但作為一個史學家 他是相當出色的 將整場戰爭他記錄不完 因為他記錄完完就過世了 最後這場戰爭的結局 最終由另一個人完成 寫的 但他不是交接著他來寫的 他是由寫另一部分 寫另一部分 那個人叫釋諾芬 而釋諾芬是蘇格拉底的弟子 應該是柏拉圖的師兄 也是很有趣 他既是釋諾芬是一位哲學家 但以哲學家的水平是普普通通的 以史學家的水平計也是普普通通的 因為他寫史和修昔底德很不同 修昔底德寫得 有史家的角度和有史家的感嘆 他對歷史的場合有很大的感嘆 有時看他整個佩洛奕尼薩戰爭史的著作 你會感同身受 當然也是因為他第一身 這場戰爭他有份 他既有份去決定 當然他的決定就是不想打 而他亦有份去參戰 雖然他戰敗了 他負責的那部分是打壞了 雖然在政治軍事上是一個失敗者 但是 這樣的經歷才會令到史學家看事更加有角度 而不會太興奮 而斯洛奕尼薩本身他寫他的歷史 無論是接上了帕羅賓尼薩戰爭最後那一段 以及到後來他自己寫的萬人長征 還有幾本歷史 都是寫得 好像寫流水帳 但是如果作為一個將軍 他就是一個一流的將軍 可以說是在亞歷山大出現之前 令人驚嘆的一個將才 他那部份的故事 其實在第三集會提到 在第三集會提到 這個人我會另外找一次機會提一提他 因為他都很奇妙的 因為他帶著一萬個 不是他帶著的 最初最初的臨毅壽命 一萬個希臘聯盟士兵 困在波斯裏面 怎樣找到逃出生天呢 就是帶著那一萬人 要在重重包圍 又要跟不同的 外族打仗 還要是沒有補給 沒有後 沒有援軍之下 可以由波斯蘇薩地區 今天已經近到進去 今天也有蘇薩地 已經進去伊拉克福地 一直殺到回到土耳其 然後土耳其坐船回家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將來會提 現在先不要這麼多廢話 我已經失敗了 其實 是 是一場古希臘世界的世界大戰 兩個同盟 一個是由斯巴達帶領的 泰羅賓尼薩同盟 和雅典帶領的提洛同盟 兩者 所謂的對決 但是為什麼我說這場戰爭 其實都相當 有它的可疑之處 之前說可疑之處 我們說一下 一般人 一般看歷史的 或者史學家的看法 很容易將兩者對照 因為兩者剛剛好 是挺有對照性的 罩眼一看 就是這兩個城邦和他的同盟 斯巴達是一個陸權國家 大家都知道 300 他們的那班 各個都機程四射的一群士兵 各個周身肌肉 還要是穿底環上戰場 當然這不是 實際上斯巴達士兵 絕對不是穿底環 那些重裝步兵 是全身盔甲的 當然是以古典希臘時代那種規格 當然不是歐洲中世紀那種騎士 但在古代來計 當時已經是相當重裝甲 是以陸軍為主 而且他是以大陸為主的一個國家 他們行貴族寡頭祭 有兩個國王 有監察院 有他們的議會 有他們的監察院 實際上所謂的監察人 那五個監察人 比兩個國王更重要 和元老院那類的物體 總之就是一個貴族寡頭的政治 而且他們是沒什麼商業的 大家都知道斯巴達人的生活方式 一刪出來就是準備做戰士 女人負責生育 男人負責做戰士 連耕田也不需要的 跟我們中國這邊古代秦國都不同 秦國雙氧變化之後 男人要負責耕田 耕田再上戰場 但在古代斯巴達不是這回事 斯巴達每一個正式的公民都是戰士 耕田是他們的農勞階級問題 如果他們需要規格 衣服 也不是由女人去職 是由他們的工商階層 第二階層 負責採辦 負責買賣 因為斯巴達男人 總之女人的生育 也參與軍事訓練 男人就是大家也知道的 那種斯巴達人式的生活方式 個個都是戰士 對照的是雅典 雅典是一個海權國家 他們是以商業為主的 他們的命脈和斯巴達以農業為主 完全不同 他們是商業為主 他們很喜好藝術 文化、哲學、文化各樣東西 雅典人 還要是他們行民主政制 所以大家一對照起來那種感覺 尤其是很有 尤其是上世紀 美蘇爭霸的年代那種美 美國是海權國 民主國家 而蘇聯的集體生活方式 某程度上有一些 尤其是斯巴達美的 什麼都計劃好了 人家每個人都有 固定角色給你的 蘇聯當然 蘇聯是一個陸權國家 他的領土的影響力 主要是通過大陸輻射 和美國通過海洋輻射 不同 蘇聯的陸軍當然是比 蘇聯的陸軍比自己的海軍好 而美國的海軍 海空軍也比自己的陸軍更加優秀 所以兩者的對照 而且美國當然以工商業為主 當然蘇聯不是以農業為主 蘇聯也是一個工業國 只是他們的工業模式 亦不同 雅典 美國既然是行一個 工商為主的形式 是一種自由貿易的形式 而前蘇聯就是一種計劃經濟 完全是工業生產的模式 這對照到古代 雅典是一個自由生意的模式 周圍做生意 而斯巴達本身是一個農業國 他的生意都是外判被人做的 而且大家對待的盟友 也有點相似 在斯巴達對盟友的要求 一定要行貴族寡頭制 如果你行民主制就馬上勾了你 而斯巴達本身如果需要外貿 或是需要找工作來做 他也是找了這些衛星國幫他做的 例如科林斯 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衛星國 他是貴族寡頭制 但科林斯是做生意的 其實生意模式是像雅典 海權亦相當強 科林斯的海軍 是排第二的 排第一當然就是雅典 另一方面雅典 提諾同盟是要交會費的 有點像今天 各種的國際組織都有會費的 斯巴達是沒有會費交的 斯巴達是一種類似軍事政治同盟 而雅典其實更加有生意同盟味 加入雅典提諾同盟 就全部要付會費 給了會費不是沒有用的 因為雅典的海軍 是會負責保護整條航道的 所以如果你其他同盟國都要出一點 但不用出很多 主力就是由雅典海軍去看整個東地中海 遇上什麼麻煩就是由雅典海軍幫你對付他們 雅典海軍也很有特色 真的像美國現代的海軍 就是他們有他們當時的海軍陸戰隊 他們的海軍陸戰隊就是他們的蛙艇那班人 大家想得起雅典 不是雅典 那時候希臘的船 除了靠風帆 也是靠船長去拉 有一群人在拉 撐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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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其他的國家 他們的海軍 真正打仗 就是在海軍載著的那班 那班的步兵 都是重裝步兵 也是 以前他們想的打仗方式就是船撐船 然後一上上去別人的船 然後就變成了陸戰 在那邊打架 雅典擅長運用海 也擅長運用船 他們首先用船撞壞別人的船 而他們 一旦登陸的話 別人的海軍 那班蛙艇那班人就沒有用了 全靠陸軍打仗 但是雅典 這一群的蛙艇人都是自由人 而且是有瘦身的自由人 他們就會拿起他們的輕武器 一起打架 所以多了一隊海軍陸戰隊 所以大家互相對比下去 聽起來挺像 雅典和斯巴達的爭霸就像美蘇爭霸一樣 而且兩個勢力互相對照得那麼強 大家看不順眼 意識形態不對 利益不對 一言不合 大家大打出手 去爭霸 似乎很正常 甚至可能會有人想 如果斯巴達的陸軍那麼強 似乎大陸國家都有一種擴張的傾向 因為海洋國家就會向海 佔領殖民地 大陸國家一般喜歡供佛隔離的國家 將他們合併在一起 變成一大塊領土 所以會有這種感覺 互相對於是大家打架 這樣 其實是不是這樣呢 這件事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雖然兩者互相對照 但是兩者的打仗 的時間 27年的帕羅賓尼莎戰爭 並不是因為兩個互相看對方不順眼 而打起來 甚至可以說 兩方都有他們的內部原因 這些是在第2、3集討論的 這集才給了 脈絡 這一場戰爭 是在公元前431年 發生的 公元前431年 是什麼概念呢 大概就是我們中國 周巧王的時代 而這個時代的標誌 應該就是 如果我們以戰國初裂就差不多了 但是還未正式叫戰國 因為韓趙毅三家 他們的地位還未正式確認 如果我們要計算是趙援子的年代 趙援子是誰呢 趙援子是趙雙子的兒子 趙雙子就是趙毛率 趙毛率就是 就是負責把魏國和韓國 大家合力滅了治白 即是治療 打倒了治療之後 進國的六個大夫家族就剩下三家 將來 所謂三家分進就是這三家人 去分了他 而趙毛率 趙雙子就是確立了這件事的人 其實某程度上 趙毛率 都某程度上上個時代是跟這個 帕羅賓尼薩戰爭重疊 就是上一個時代 剛剛就是帕羅賓尼薩戰爭 公元前431年開球之前 大概 30年不到的時間 大概公元前的450多年 大概 打了第一次的帕羅賓尼薩戰爭 這一場戰爭 但是打得很短 很快就收了球 一收了球之後 接著就簽了一份30年和約 那份和約 一直到達到差不多就來到了時間 結果又搞不定 又再打了一場 第二次的帕羅賓尼薩戰爭 就是公元前431年 這次一打上來就相當嚴重 一打打了27年 而這個時段 對照中國剛剛好 就是他結束的時代 由剛剛好差不多 就是三家分進正式由周天子承認的年代 所以可以說這兩個時間 這兩個地方 同時都發生 用中國的說法叫禮崩落壞 用西方的說法就是泛式轉移 兩個時代都走到一個 接近終結的時代 即是城邦年代或者在中國春秋式的邦國年代 正式走向終結 而變成了更加 大規模的戰國時代 打起來更加不留情 而且國家也不會再維持城邦規模 這個就算去到希臘世界也是一樣 雖然希臘世界再慢一點 但是 時間也是差不多前後相差五六十年之間 古希臘的那種城邦世界結束 就由 更加大的黃國 甚至是變成帝國時代開始出現 這個當然就是阿力山大 阿力山大大概就由 白羅賓尼撒戰爭正式結束 大概三四十年之間 就到阿力山大年代 阿力山大就會用帝國的方式去搞定整個希臘世界 當然他們雅典、斯巴達那些還能維持到他們的 比較獨立的角色 因為西方帝國就跟東方帝國有些不同 但就算是這樣 無論如何 城邦的年代已經過去 而在中國邦國的年代也過去 春秋已經過去 而是戰國來主導 一打起仗上來 下下就是滅別人的角 不會再是打贏拿過和約就算數 或者匯了盟就算數 所以這也是一個 同時轉折的年代 大家可以這樣互相參照 431年 兩大的勢力 就開始打架 這個戰爭長達27年 如果以一般史學家 大概分了四段時間 第一段 大概十年 就叫做 Akidamus War 這個是以斯巴達國王 的阿希達牧斯 來命名 這場戰爭主要 是由他做國王的時間主導 第二階段是什麼呢 第二階段就是 在421年 公元前 因為雅典之前 已經打輸了仗 結果看起來不太對腦 終於由 雅典的尼基瓦斯 就找了出來 跟斯巴達國王說了數 就做了一個和平時間 那個就是尼基瓦斯和平 大概持續了六年左右 就是公元前421年 到公元前415年 但是這個和平就相當短暫 雅典當時就開始進入 中餘政治或者暴民政治 就是兩派的人 尼基瓦斯和 後期的阿西比特 兩位人兄 阿西比特走民粹路線 而尼基瓦斯本身出身 和修飾底德一樣 都是一位貴族 走一個比較穩健的貴族路線 兩個路線大家打交打到七彩 大家可以當成 民主政治裏面 美國有一段時間 或者現在都可以這樣說 現在美國 其實一班養肥了的 全球主流派 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主流 共和黨例如 特朗斯家族 例如 那條糟糕叫什麼名字 我現在想不起來 曾經選過總統 Anyway 我想大家可能有些印象 知道我說誰 還有民主黨 拜登 克林頓 奧巴馬 他們那一派 這一派是主流派 另外一堆 民主黨的左翼 就是去到AOC 共和黨去到極右 就是特朗普 一般人都會叫那班 特朗普或者另一邊的AOC 都當民粹 而主流的那班 不是民粹 當你是貴族派 雅典就陷入一個這樣的內亂 結果 民粹派佔了上風 阿西比德帶領了西西里遠征時期 這就是公元前415年 到公元前413年 這次的西西里遠征 就是由雅典出發 去遠征西西里 當時西西里半島的聚拉鼓 都是 帕羅賓尼薩同盟之一 其中一個民國 他們打不贏斯巴達 就走了去打聚拉鼓 而且聚拉鼓也有一個重要性 因為聚拉鼓是地中海世界三大糧倉之一 另外兩大一個就是埃及和北非 另外一個就是今天烏克蘭一大 沿著黑海 所以烏克蘭的地是頗為肥的 相當肥美 種植物很棒 雅典的地是乾得不得了 雅典的地只可以種植葡萄和橄欖 葡萄屬宜可能很喜歡 只可以種植這兩樣東西 就變成養不到人 因為不是糧食 主食就是雅典只能夠入口 所以對於雅典來的一定要找地方入口 如果能夠攻佔這個聚拉鼓 除了削讓 斯巴達的帕羅賓尼薩同盟 某程度上可以保障糧食供應 所以就搞了一個西西里遠征 但是這次遠征就是一個 失敗 結果就是雅典輸得糟糕 這次輸得糟糕之後 然後也因為這樣 將斯巴達再一次捲入第二次戰爭 這次戰爭是由413年 公元前 到了404年 最終這場仗 裡面有很多故事 這是後面會說起的 第二、三集會說的 最終的結果是怎樣 結果就是 由斯巴達的賴山德 帶領著海軍 居然打贏了 雅典以海軍立國的同盟 的同盟 而打贏了雅典 結果雅典最終投降認輸 以雅典的失敗告終 當時 提諾同盟也解散 雅典投降 白羅賓尼薩戰爭就結束了 大家一聽完之後 這個也是有很多某些國家的某些歷史學人士聽完 都相當興奮 包括前蘇聯也是 因為 結果就是民主世界輸了 而民主世界輸了 內亂 經常的民粹派和貴族派在兩邊互相傾軌 互相拆對方台 經常做一些你簡直沒辦法相信愚蠢的決定 這些完全是靠選民去投票 而選民投票完全是看誰哄得自己開心 投到亂了 結果每次都明明贏了 變了輸 輸了 然後顯示斯巴達 陸上軍事力量 的齊心 的強硬 農業國的相對的耕癌 用這種來做論斷就很興奮 但其實是不是這樣呢 這世界當然就沒那麼簡單 也不是這樣的一回事 首先大家第一個疑點 剛才應該已經聽到 斯巴達是用海軍去終結 事實上海軍 不是斯巴達的強項 斯巴達為什麼會拿到海軍來終結雅典呢 實際上斯巴達那支海軍 第一 他的指揮官賴山德 本身就不是正宗斯巴達人 或者應該這麼說 他父親是斯巴達公民 但母親是希諾人 希諾人就是龍奴 如果根據斯巴達法律 斯巴達人和希諾人結婚的話 第一是不可以的 如果真的結婚 生出來的那些 是沒有公民權 也就是說賴山德在臨毅壽命之前 不是一個正式的斯巴達公民 而他招出來的海軍也不是斯巴達人 滴起深江去學游泳 去學海戰 不是 他裏面大部份其實都是 在科林斯 甚至是在雅典那裡挖過來的海軍 就是說其實他是用雅典人對付雅典 而他本身也不是一個正宗斯巴達人 甚至就是 我們再看之前 例如西西里遠征的失敗 雅典 他面對的那支斯巴達軍團 是不是300 完全不是 他面對的那個 將軍和賴山德的出身一樣 都是半個斯巴達人 他叫做斯巴達公民 但理論上以他的出身 是沒有機會 在正常時間絕對沒有機會爬上高位 可以做將軍 他也是算是半個斯巴達人 而他招收的那一堆軍隊也全部不是斯巴達政規軍 斯巴達政規軍很少 有些像今天 例如蘇聯 不是蘇聯 例如美國 當年帶著 培養這些 穆扎哈丁 去對付蘇聯 在阿富汗對付蘇聯 只是派軍事顧問 而當時在西西里島 在支援 聚拉股的斯巴達軍隊 根本的額頭就是半個斯巴達人 然後帶了幾個斯巴達的士兵來 那些斯巴達公民那些 做了軍事顧問 然後去訓練當地人 而用的也不是斯巴達典型的戰術 再回頭看 例如到尼基亞斯和平 那個和平我講過是阿典打輸仗 之間也再打輸過一次 曼丁尼亞會戰也輸過 其實那兩場輸 也同樣地 包括修飾底德輸的那場 實際上他們面對同樣不是300 他們面對的那支軍隊 是就是斯巴達 那個帶領的是正宗的斯巴達人 但是他手下整班都不是斯巴達人 也都用不是斯巴達的戰術 去擊敗雅典 也就是說那三次裡面 那三四次的決定性的回戰 實際上雅典也不是輸給正規的斯巴達軍隊 這是第一件挺有趣的一件事 值得注意 這並不是因為斯巴達特別強悍 特別有能力 他的制度特別好 而也不是因為他特別開放 實際上斯巴達內部是沒有開放性的 他們之所以要用這些人 如果你說斯巴達是有開放性的話 這班人贏了 就應該連下面那班人都可以做斯巴達公民 實際上也不是 在第一兩次打贏雅典的時候 裡面的希樂人只是解放了 就是說他們不需要再為斯巴達服務 做龍路 但是他們在斯巴達裡面仍然沒有投票權 不是公民 甚至也做不到第二階層 所以結果就是斯巴達要在盟國 找個地方 然後收容他們 情況有點像拜登 本來下巴輕輕說要收取非法移民 結果就頂不住叫加拿大幫我收 情況有點像 到後兩轉就算去到賴山德 賴山德 贏了之後他當然有斯巴達公民權 但是他旗下那群人一樣沒有斯巴達公民權 得不到任何東西 除了有獎賞和戰利品分之外 正式公民權是沒有的 當然斯巴達公民權也不是很受歡迎 因為你做了他的公民還要接受他的變態訓練 以後你的下一代也要接受他的變態的生活 所以其實不是很多人想要的 但是始終你斯巴達 只能夠靠搶掠了別人的戰利品去分給他們 沒什麼意義 不見斯巴達那套東西可以對外擴張 他是沒有抗張性的 而更加第二個疑點 就是斯巴達贏了之後是否從此做霸主統一整個地中海世界 當然不是 實際上不用10年 斯巴達就變成了波斯的馬仔 沒錯是波斯 實際上斯巴達能夠挖角 能夠去雅典把他們的海軍挖角挖過來 除了因為雅典內部的政治鬥爭鬥到一群人怕了要走路之外 也是因為波斯出了大量資金支援 斯巴達 不是你想想斯巴達有錢嗎 因為要記著學雅典海軍收糧 這裡順便提提一個知識 在古代地中海世界 一般來計公民服役是有義務 而他 因為有了義務服役 但有一件事他不用交就是不用交個人稅 無論是希臘 無論是後來的羅馬 本身公民是不用交個人入息稅 沒有這件事 因為公民是用你的血去交稅 也就是服役 但是雅典是有例外的 雅典的重裝步兵 他的輕裝步兵、騎兵全部都不用交稅 是交血稅 即是交自己的服役 除了雅典 海軍 而海軍之中不是 坐在船上的那一堆重裝步兵 而是那一堆蛙艇 撐艇那一堆海軍陸戰隊全部都是出糧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下一集會詳細討論 大家要知道就是這件事 所以他們是收糧做事 既然是這樣的話 雅典不能出糧 而斯巴達能出糧 他們走到斯巴達那邊也不奇怪 但是斯巴達是沒有錢的 是窮到窮的地方 一個不做外貿的國家 何來有錢呢 這就是有邪惡的 可惡的 外部勢力介入 這就是波斯帝國 波斯帝國在初期到中期沒有介入 但是到後期 是介入了整場戰爭 實際上可以說 這場戰爭是波斯幫斯巴達贏 因為波斯出了大量資金 全部扔給斯巴達 讓斯巴達有錢 走去挖別人的牆腳 挖了別人的角色 這樣就自然可以打贏了雅典 而且同時波斯 在他帝國控制範圍內 向雅典進行市場封鎖 令雅典做不到生意 一旦沒有生意 雅典就很嚴重 沒有錢 而沒有錢 就無法維持盟邦 因為一旦沒有錢 於是雅典要狂收自己盟友的會費 追收會費 甚至去到一個地步 一旦不交會費就打殘 同盟當然就一個一個脫離 大哥你保護不了我也算了 還要搶我錢 這是另一個原因 提諾同盟很快就散 而且雅典也不夠水打仗 最終就被斯巴達挖了 所以波斯的影響相當大 但是因為這樣 波斯就變成斯巴達的老闆 所以實際上十年左右 根本就由斯巴達已經沒有了希臘的控制權 我喝口水 而是由波斯來主導了希臘世界 而去到誇張到什麼地步呢 就是當時的波斯在土耳其的總督 小居老師 小居老師很有野心搶他大哥的皇位 於是找到斯巴達 當時斯巴達是希臘世界的盟主 找到斯巴達的國王來商量 就叫斯巴達國王 因為他們知道希臘軍隊非常打得 這個人地中海世界已經出名了 兩次的波希戰爭 波斯那麼大支軍隊都被希臘軍隊打得炒了皮 所以希臘想找希臘軍隊來幫忙 其實難聽說就做了波斯佬的僱傭兵 斯巴達當然出聲 他派他自己的人 也召集了其他希臘世界的軍人 當然包括雅典 雅典已經投了行 已經做了斯巴達的小弟 已經做了他的小弟 而當中就是我剛才一開始說過的 那位昔諾芬 昔諾芬先生就有參與了這一場 幫助波斯總督去奪王位的行動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們打贏仗 小居老師和希臘聯軍 一直打贏仗 但是 到了一場正式的大會戰 雅典很可惜這位僱主小居老師就倒閉了 變成下面那群人是沒有錢沒有糧 結果因為沒有了他的頭 其實整場叛亂就完結了 波斯王就答應了 說 趙出糧給你 誰知道一進去 斯巴達將軍就被人砍了頭 把東西砍了頭 結果 當然雅典整個聯軍當然會亂 但是也發揮了希臘人的那種公民精神 希臘人就從來 就算是斯巴達 國王也不是有很大權 國王只是一個軍事領導 於是整個一萬希臘人一看到這樣的款 就立刻自己 投票選舉 就選了10個將軍出來 10個將軍集體領導 這10個將軍其中一位就是適駱芬 適駱芬 適駱芬一邊記錄 這段事職一邊還要做決策 所以他也是一個當事人 所以他記錄得非常詳細 大家如果不嫌文不滿 這個叫長征記 Anna Basis 都值得大家一看 可以看看希臘人怎樣生活 怎樣打仗怎樣生活 怎樣做決定 甚至 細節度是例如 這10,000人去到一個村莊 到底是搶掠他們 還是出錢去跟他們購買糧食 如果真的出錢去購買東西都要報銷 全部要拿 證據回來大家報銷 所以很有趣 一個1萬人的社會 深陷在敵陣裏面 如何逃出生天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走 但是 最後有6,000人可以回到雅典 也算是一個奇蹟 記住一年半時間 沒有補給沒有援軍 周圍都是你的敵人 居然還可以走過萬里 超過25,000里長征 那條路 是非常長 一直走走走走 還要經歷了那麼多艱難 終於被人追殺之下 終於走到 今天土耳其 Trapissos那一頭 然後就在那裡坐船回家 而當中又沒有選一個將軍做王 又沒有流行這些東西 所以很有趣 大家有興趣去看 Anyway 所以可以說 斯巴達所謂贏了這場戰爭 只是贏得很OK 而且不是一個霸主應有的那種架勢 贏了之後其實是贏得非常窩囊 贏了之後還要做了別人的孫子 然後最終再多不用10年 然後 底比斯就作反成功 打倒了斯巴達的霸權 然後大概10年8歲就輪到馬其頓的菲力 以及亞歷山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實際上斯巴達沒有贏得什麼 也不是因為他的制度優勝 實際上是因為他的 他叫做迫不得已 是因為雅典內部的混亂 而斯巴達又有迫不得已的情況 而又要請外國 又要因為有波斯的支援 才贏了 就不是他自己的制度 甚至可以說 在整場戰爭裏 由斯巴達的300出馬的仗全部都輸了 而且輸得最慘的一段就是在大戰初期 在斯巴達在Pylos那裡 這個大概公元前426年 即是戰爭開了第五年 居然在Pylos那裡輸了 還要是 斯巴達軍隊做了一件從來未做過的時刻投降 而不是戰死 不是當年300對著波斯軍說我們要戰死在那頭 我們不回去 不是 向雅典軍投降 敵系軍隊投降 反為 所有的偏外軍團 古靈精怪的這些在外面請回來的僱傭兵團贏了 幫到斯巴達贏了戰爭 所以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這是第二個疑點 第三個疑點就是 其實一開始戰爭 是不是真的兩大強權互相 看對方不順眼 就要打敗對方 不是 真正將他捲進去的並不是 雅典或者斯巴達 真正將這兩大強權捲進去的 是斯巴達的 科林斯 科林斯或者叫哥林斯 或者叫哥林多 如果大家看聖經 所謂哥林多前後書 新約那裡 就是說這個城市 即是Paul寫給這個城市的信號 是蘇巴達的書信 就是Corinth Corinth Corinth是在斯巴達的北部 也是在 在帕羅賓尼撒半島的喊口 要進入帕羅賓尼撒半島的喊口 的城邦 所以他的戰略位置非常重要 他就等於幫 斯巴達頂著北方和東方來的壓力 東方就是在 雅典來的壓力 而這個城邦 是一個做生意的城邦 因為他有一個很美麗的港灣 叫做科林斯灣 而如果大家拿著地圖看 科林斯和雅典 雅典的港口 是對著東地中海 他最主要接觸的 當時當然 以當時來的更繁榮的地方 就是今天的敘利亞地區 土耳其 敘利亞 到埃及 加泰基的東部 還有黑海貿易 而科林斯的港口是向西邊 對著意大利半島 所以自然某程度上是差一點 在雅典未崛起之前 科林斯也控制到地中海貿易 但是雅典一崛起之後 科林斯的貿易額自然是縮了 因為他只能夠在西地中海 對著意大利 意大利的塔蘭托 卡普亞 和西西里島 所以聚拉股也是他們一大重要的貿易夥伴 加泰基的西地中海 當時西地中海無論如何都沒有東地中海繁榮 但西地中海有一些產出 除了有聚拉股的糧食 塔蘭托卡普亞有糧食有礦產 而且如果隨著意大利和 加泰基的一些人向外殖民 加泰基本身 北非那邊還有一些農場和礦場 亦都有一定的生意 所以其實如果以生意角度 以貿易角度來算 一東一西雙雄 雅典在東 科林斯在西 而第一次的帕羅賓尼撒戰爭 其實和他們兩者的貿易衝突是有關的 而最終就是大家割開了世界 打完場仗 大家接著講和 講和之後 大家就劃分了勢力範圍 由斯巴達帶頭的帕羅賓尼撒同盟 就要了西邊 而東邊就由雅典和他的提諾同盟所掌控 而 第二次的帕羅賓尼撒戰爭就是這場27年的大戰 是由科林斯掀起的 而科林斯的投訴就是投訴雅典擴張 向西邊擴張擴張到影響到他的貿易 於是要求申訴 雅典破壞和約 而斯巴達在被科林斯退出同盟的要脅下 如果你不打算回應 我就不跟你玩了 我跟著你也沒有跟著大佬 斯巴達就逼著要開戰 正式宣戰 也是因為雅典不肯理他們 雅典不理他們是否完全不理他們 雅典本身已經是受限於 一早有的 那兩派 民粹派和貴族派 一直都長期存在 只不過以前沒有那麼激烈 在那一次 負責平衡這兩者的偉大的雅典政治家佩利克里 他看來 民粹派那邊的氣勢越來越厲害 應酬也要 所以結果就逼著打了這場戰爭 所以這場戰爭並不是兩者 斯巴達和雅典互相看不順眼 意識形態或者什麼 勢力激增 並不是那麼簡單 實際上將他們捲入的 是 斯巴達的孫子 叫科林斯 所以對應現代的角度來看 我們都可以想像到 就算美國和中國之間現在的大家雙方互相看對方不順眼 已經是一個隨時會開拖的形勢 但是對於台灣美國的支持 他會用賣武器給你支持 但是他的支持始終要保持一種曖昧的態度就是 怕就是怕這個 怕一個小國 如果得到全盤支持的話 他可能會採取極端行動 而一採取極端行動就無可避免立即打仗 而在大國來計 大國未必不想打或者未必不敢打 但是打就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分開 兩個大勢力不是說一打 如果真的打仗上來就很有機會 他一定要等到隨便一方才可以分開 打仗始終是有空險 所以 真的要打都要由大國的政府自己決定時間和方式去打 而不是由小國將自己捲入 我相信現代的政治家當然是吸收過古代戰爭的教訓 但是在古代帕羅賓尼撒同盟 裡面是沒有一種條款可以約束這群男子 所以男子一打起 斯巴達理論上作為盟主就有義務要支持這群男子 於是男子隨便去開拖 斯巴達就算不想打也被迫要打 而事實上斯巴達是不想打的 為何不想打呢 就是當時其實 用這個頭一段 第一段的時間 所謂的亞希達牧斯戰爭 這位斯巴達國王 其實暗中一直都跟雅典的佩里克里有話 甚至他是很仰慕雅典這位佩里克里 他其實很不想打 大家說說法國大家都受制於國內的壓力 斯巴達那邊有科林斯來的壓力 以及監察官來的壓力 而佩里克里有民粹派來的壓力 所以大家就要被迫打 於是出現了第四個疑點 就是一開始這場戰爭頭兩三年 即是雅典佩里克里還在生的時候 打得非常駛 而不是 兩個勢力 立即撲盡大打 為何這麼說 一開始打 雅典就派軍艦 又不是派很多 派少少軍艦 就去封鎖 封鎖斯巴達的港口 不是封鎖科林斯 是封鎖斯巴達的港口 但是我之前也說過 斯巴達是一個農業國 封鎖他的港口是沒什麼意義的 因為他都不做貿易 他的貿易全部通過科林斯做 就不關他的事 所以封鎖港口 只是一種姿態 對於斯巴達來說 一點都沒有損害他的經濟 不會損害他的實力 另一方面 斯巴達怎麼回應呢 斯巴達派了 大概二百多個戰士 走到雅典 的農村 去到雅典城 的城牆 怎樣呢 公城 不是 正座抗議 是 紮營 在秋冬開始 抽收了之後 派了軍隊過去 紮營 在人家的城牆門口 雅典農村當然是受影響 始終斯巴達有 來到他都要吃 他都不靠軍糧 就靠打劫了雅典村落的糧食 加少許自己的補給 紮營 正座抗議 而這班雅典人當然是躲進 躲進雅典衛城 甚至躲進港口的衛城 雅典實際上也說過他不是農業國 他的所有糧食都是靠入口的 所以幾乎沒有這些農莊對他沒有打擊 唯一真正的打擊就是 雅典人口相當多 以那麼多的希臘城邦 雅典城邦是最多人口 雖然他的城市很小 遠比斯巴達小 但人口多於斯巴達 一群人終於到衛城住 十多萬人逼入一個很小的空間 第一住得不舒服 第二就是 雅典人就不是羅馬人 甚至可以說希臘人也不是羅馬人 希臘人比羅馬人污髒很多 希臘人沒有上下水道的觀念 羅馬人是有的 大家看到羅馬人一直在任何一個城市 以至後面的殖民城市 他都會 找出當地河流 乾淨的上游建立上水道 然後進去給居民使用 居民使用後那些污水 他就通過他們的下水道排入下游 但是希臘人沒有這些 希臘人的藝術 他的數學和哲學 是很強的 但他們會寧願建巴特龍神殿 建大劇院 也不會去上下水道 不會建公共浴室 所以整個秋遊被迫 當然會生病 但大瘟疫之前 實際上雙方的交戰是停留在這樣的形式 雅典差不多派著艦隊輪流封鎖 但不是派大艦隊派一支很小的艦隊封鎖斯巴達港口 然後斯巴達每逢秋冬兩季 就會派一支小軍隊坐著正坐抗議 大家很奇怪 為何斯巴達就算沒有意願 按照斯巴達士兵都可以砌 幾百人都夠 幾百人都可以頂幾萬波斯大軍 為何不趁機會殺入雅典城市 就把他們堆壞呢 其實除了 斯巴達國王不想之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斯巴達士兵 不要看他們三百人打得那麼厲害 但斯巴達士兵只是適應一種戰爭 就是小平原戰爭 即是在希臘這個地方的小型平原 不是大平原 千萬不要走到中國 華東華中華北大平原 如果走到他們就死定了 先不要說人數不夠 他們那種打法 如果你有足夠的戰 還有足夠的騎射隊 就已經可以把他們包圍射到變成戰豬 就算再多盾都沒有用 但是斯巴達軍隊只會打平原戰 還是小平原 什麼叫小平原呢 就是那個地 他佈陣的地方是平原 但是左右又有些山林 後面又有些山丘 前面又有些小河流小溪間 那塊平原就很細快 在這種情況下 斯巴達軍隊很強勁 但是不在這種情況下 斯巴達軍隊幾乎難聽說一無是處 而由於斯巴達人沒有文化 也沒有技術能力 所以沒有攻城武器 所以他想攻入雅典衛城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最多是搭那些雲梯 連攻城塔也沒有 攻門槌也沒有 斯巴達軍隊完全訓練不是用來攻城 所以如果叫他強硬攻城 就叫這幾百人送死 所以他們不會去打這個城市 會靜坐抗議 就在那裡示威 示威完 到春天他們不用耕田 但是春天也要回去本國 為什麼呢 他們不用耕田 他們的農奴要耕田 他們就要把農奴加田 因為斯巴達的規矩就是 每年交稅交不足 你的公民權就會有機會被剝奪 就會把你抖到下一個階層 變成對他們來說是很dishonor的 而且如果是這樣 再沒有希洛人來做你的奴隸 來服侍你 要你自己想好他 當然如果你有做生意能力 當然可以在市場買奴隸回來服侍自己 但是斯巴達戰士懂得做生意嗎 雖然希臘人本質也很會做生意 但是斯巴達的那種訓練是不會做生意的 所以 他們要趕快回去 捉住自己的農奴去奸作 保證他們一定要做夠工作 產夠糧才可以上繳給他們的政府 那就是一種斜打 直到什麼時候才開始爭打呢 大概就是雅典 打了三年 雅典發生了大瘟疫 而發生了大瘟疫之後很不幸地 雅典的第一樓政治家佩利克里過了身 之後呢 由民水派的人上台 而由民水派的人上台開始 民水派就想做軍事冒險 而同時地 因為雅典的民水派一上台 斯巴達國王沒有了一個可以信任的政治對手 他心裏也同時受監察官那邊的壓力 所以於是乎就開始打真軍 打真軍怎麼會捲大呢 就是當斯巴達國王帶領軍隊 不是直接去跟雅典交戰 還要去到雅典的盟邦 尤其是他北部控制著 博斯普魯斯海峽 那個盟邦去交戰 而且打贏了拿到他們的忠誠之後 才開始打大了 因為一旦這樣的話雅典 出入黑海就出入不了 一出入不了黑海就去不了 地中海世界另一個大糧倉 就是今天烏克蘭一帶 去購買糧食 對雅典是相當嚴重的 才逼出了 一場更大的戰爭 這就是第四個疑點 在這四個疑點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整場戰爭雙方最初打也不太有意願 而去到第五個疑點更有趣的就是 實際上和平之後再打 有一個叫尼基亞斯和平的 和平之後為什麼會再打呢 其實最初的杜火索仍然是由科林斯 是由科林斯再把雅典和斯巴達一起捲入這場大戰 明明是可以不用打下去的 一打下去 影響到當然跟民粹派多少有些關係 雅典的民粹派 一出來 就往往跑去跳機 一跳機 商業上競爭一擴張就擴擴張 又變了又打仗 而且科林斯吃水滋味 他很清楚知道這一次再喊打 也不輪到斯巴達不應機 斯巴達會繼續應機 一應機又打下去 又用了別人 用了大哥的 軍隊去幫自己賺好 這個又是一樣 另一個疑點就是這場根本不稱得上是兩大陣營對決 實際上就是兩大陣營被小朋友玩死了去對決 讓我再喝一口水 這是第五大疑點 第六大疑點就是雅典很神奇 明明有機會可以賣斯巴達丹 例如Pylos打贏了斯巴達軍隊 甚至俘虜了他們 其實你做任何一個決定都可以贏 整場戰爭 一是乘性追擊 殺入斯巴達本地 當時斯巴達 在Pylos輸了 還輸了他們的重裝步兵 不是輸了 在外面招來的僱傭兵 而是輸了他們的本國最精銳的部隊 那場對他們的心理震撼是非常大的 斯巴達未試過這樣輸 亦未試過他們有戰士會投降 所以如果 各位等等 好 繼續 那麼 第六大疑點這一邊就是 實際上明明如果他 帶軍隊下去直殺入斯巴達本地 而當時雅典那次氣勢如虹 如果打進去就贏硬 但是偏偏又不打 要不然如果你說不是 趁這個機會 要求和平 簽和約 那麼你手上有這麼多斯巴達的俘虜 要求簽約也是一個辦法 即是說你索性就消滅 要不然就以戰逼和 但是兩樣都不是 既不和 但是又不大打 就只是在小打 這些也是很詭異的 因為如果你說兩大集團互相傾軌 這些是最好的機會乘機埋人單 或者乘機逼到一個長時間的和平 可以拿出很多很辣的條件 但是偏偏雅典又不是 雅典 人 無論是民粹派還是貴族派 他們對這場戰爭的認識很有趣 並不是覺得是一個兩大集團的生死大戰 而好像更加是一場商業戰爭 但是商業戰爭當中由於水平不足 雅典打贏了仗之後 又不會乘機打一個交易 而是想著繼續 濕濕地打 濕濕地打 這裡有一點好處 貪得來不懂得收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他們在世界中 沒有感覺到這場是兩大集團的大戰 而另一邊斯巴達人 他們也是沒有兩大集團的大戰的心態 每一次都是 求求其一輸了 就立即縮在一邊 要找偏外軍團 去找僱傭兵 但是僱傭兵團打贏了之後 他們就懂得逼一個和約 但是那個和約 從來沒有好好的去談 所以沒有好好的去談 不是說他恥強凌約 而是說他沒有考慮雙方的條件 以及雙方怎樣可以延續到和約的可能性 但是也同時沒有為下一場戰爭做準備 如果斯巴達有兩大集團戰爭 最終要誰稱霸的話 就算得到和約 也應該徹底消滅對方 起碼令對方從此爬不起來 就要消滅海軍 就好像最終結束那時候 但是 至少在 頭兩段時間他都沒有想過這些 斯巴達完全是一種應對方式 即是很煩 快點結束了他的算數 不要再煩我了 是用了這樣的心態去應對 而不是一個 打贏了成績搞定他 他隨便結束了 好 和平 和平就和平 到底對人家沒有任何懲罰 只是說我們退回原本疆界 但是如果退回原本疆界 但是加入了你同盟的那幾個 控制著黑海那邊出入口的國家 你又不還給雅典 而那些國家又不肯栽回雅典 你才死 因為不肯還給雅典 你就死定了 因為對於雅典 大哥 我很不行 我的出入口已經被人握住了春袋 我不不行 但是斯巴達在做和約的時候 他又沒有 很著意這件事 但是他又沒有準備 你說不是 他這個和平是短暫的 目標就是下一次戰爭 如果是目標下一次戰爭的話 麻煩你 就趕快準備多點戰事 準備戰備 甚至準備好了 這次真的要穩定攻城武器 大哥 你都懂得找偏外軍團 你應該要重新整合過你的軍隊 沒有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做過 甚至斯巴達公民 公民人數持續下跌 即他的戰士人數也持續下跌 這並不是因為戰損的問題 是斯巴達人口下跌 斯巴達公民 不是住在斯巴達的地方的人 而是斯巴達公民人數 差不多由 第二次波希戰爭 就是帕羅賓尼薩戰爭之前 差不多八九十年前 甚至一百多年前 已經開始一直持續下跌 到那時候繼續下跌 斯巴達的戰士越來越不夠 這絕對不是為下一場戰爭做準備 如果你為了下一場戰爭做準備 你應該要增加你的戰士 改變你的制度 去準備打下一場 根本就沒有 斯巴達也是放棄 把這次戰爭做 最好就是求求其簽了一個月 就是求求其以後什麼都與我無關 我不管了 甚至也沒有改變 帕羅賓尼薩同盟的條款 防止 科羅林斯這些喜歡野是生非的 再將自己捲入戰爭 什麼都沒有做過 所以這是另一個疑點 雙方根本沒有當過這一場 是世界大戰 直至 雙方打到根皮力盡 大家都發覺摸一下自己的底下 說糟糕不行 雅典發覺不行了 我的海軍越來越縮 而且裡面經常內亂 內亂到一個地步 很多將軍好好的都會死了 甚至連文人哲學家都死了 你好像蘇格拉底 就是被雅典暴民判他死刑 相當詭異 另一邊斯巴達也是越打越巢皮 公民人數越來越跌 錢又沒有 什麼也沒有 然後發覺再打下去 這一次真的不行了 唯有怎樣求波斯佬幫忙 這樣也可以 在波斯佬拘捕資金回來 而這個負責Blocker這個決定的誰 那個又不是斯巴達人 雅典人就是我剛才說過的阿西比德 他是民粹主義出身 但到了一旦也被民粹派 和貴族派聯合逼到他 最終走路 投靠了斯巴達 應該說投靠了 斯巴達 斯巴達再派他去波斯 然後波斯拘捕資金和艦隊回來支援 斯巴達 但最後這傢伙又背叛了 又回到雅典 繼續玩下去 你看到這些劇情 都是非常古怪的 所以每一段劇情你都看到 裡面一定有其他的因素去影響 而不是單純兩大集團的對陣 也不是因為 個人的品德 或者個人的行為去影響 而裡面一定有更加深刻的邏輯 才會令到這一場地中海大戰 帕羅賓尼莎戰爭 既沒有什麼好出眾的戰役 打起來還古古怪怪 而且雙方每一場戰士的贏的模式都贏得那麼倒楣 而最終贏了之後又得不到什麼好好的結果 這個是很值得深究的 而這些就是全部 跟雅典 他的提洛同盟 還有斯巴達 和他的帕羅賓尼莎同盟 跟他們 的內在邏輯 是有關係的 是他們的內在邏輯 推動到 戰爭最終打造了一個這樣的怪樣 當然還有波斯帝國的邏輯 亦會令到他們為何會在這些時間參與了希臘世界的鬥爭 這些就留下一集再說了 今天足足一個多小時 多謝大家收聽 歡迎大家留言和分享和訂閱 下一集就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因為中間都會多很多 重要新聞 要做評論 或者重要的情況要做評論 因為錄一集都相當花精力 但anyway 希望下個再下個星期 可能可以在兩個星期後 可以發出第二集 好 再談 拜拜